您好,我是昆仑刘石,咱们接着聊藏传佛教的故事 前文书啊,咱们讲的是一个番外篇 说的是这个西藏十二寺振博图 虽然呢,这幅唐卡被称为西藏十二寺振博图 但是我觉得它肯定有别的名字 最初绘制这幅唐卡的工匠和当时的那批僧人肯定不这么叫的 这无非就是后来大家发现了这幅唐卡 在结合西藏传说当中的十二寺振母女的故事 才给它起了这么一个不着调的名字 从这个五世达赖所留下的著作 我们就能看出实际上这件事啊 就是一个佛教的预言故事 后世的喇嘛,当然包括大活佛达赖喇嘛在内 他们就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来说明 这佛教在西藏存在的必要性 行了,咱们暂时啊,先把这个十二寺振母这件事情啊 先放放,为什么不是先放放呢? 因为啊,一会儿咱们还会提到它一回 那咱们接着文成公主那份开始聊 从这个松赞干部空事以后 这本教呢,就杀了一个回马枪 重新呢,占领了主导地位 实际上我觉得这话说的都多余 因为这个佛教即便在松赞干部文成公主时代 也没占过主导地位 无非呢,就是松赞干部这两个妃子 一个是这个尼泊尔的齿尊公主 还有来自大唐的文成公主 在后宫啊,自个儿念念佛 歪歪一下也就罢了 至于这大招小招寺啊,也谈不到是妙 也就是这二位公主的私人佛堂而已 实际上在松赞干部这一时期啊 这本教还是控制着整个西藏 这后宫的娘娘她信奉佛教 自个儿在宫里自个儿歪歪一下 也不影响世人 所以啊,这信奉本教的贵族 以及这个本教的僧侣们也就认了 等到文成公主一死 这立刻就对所有的佛教痕迹开始清除了 把文成公主从大唐带来的 释迦摩尼十二岁等身相啊 就给掩埋了,埋在哪儿呢? 就埋在这小招寺一个密室的地底下 哎,现在您去小招寺啊 那会儿个藏佛洞 据说啊,就埋在那儿了 那之后干的事啊,就更浑了蛋了 你这佛教不是主张不杀生不适血吗? 得,干脆就把这个大招寺和小招寺 都改成了屠宰场 哎,专门用来杀牲畜 那这会儿的吐蕃的赞谱啊 贵族在干嘛呢? 他们呀,都在忙着扩充疆土 因为这吐蕃呀,它必定是一个高原国家 物资比较匮乏 所以这会儿啊,他们急需对外扩张 为的就是掠夺和占有更多的资源 六十多年以后 基本上这战争啊,就逐渐的平息了 这一平息以后啊,就又有一位赞谱啊 哎,起了这个和亲的亲 还是和大唐和亲 这位赞谱的名字呀,就赤得祖赞 派出了使者向唐王朝请求和亲 那这会儿的唐王朝到什么时候了呀? 这会儿的大唐王朝啊 正是唐中宗时期 这使者到了大唐之后啊 跟这个中宗一说 中宗决定和亲 那么和亲的公主又是谁呢? 这位公主啊,她仍然不是这个皇帝的亲女儿 但是地位啊,又比这个文成公主要高一点 这个文成公主啊,明显是临时抓拆 从这个宗室女当中啊 就选了这么一位公主 稀里糊涂的就嫁到吐蕃了 可是这位公主不一样 这位公主啊,从小就长在宫里边 是唐中宗李显的养女 这中宗自己就这么说呀 说这公主啊,是我的幼女 那么这位公主的亲爹是谁呢? 这亲爹也不像文成公主一样 咱们还得猜 这位公主的亲爹有明确的记载 谁啊,就是雍王黎首礼 这黎首礼啊,那也是这个天子的尽知 他是这个唐高宗的亲孙子 是张怀太子的二儿子 这唐中宗李显就给这位小公主 赐封号为金城公主 也是大把金大把银的陪价 广是锦断的就给了数万笔 不但如此啊,这里边啊 还有服侍公主的各种杂役以及各种工匠 在文化这方面也有陪家 给了一整套的秋词古乐 这个是给的乐谱啊 还是给了一支乐队 咱们就无从可考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 就在景龙四年 那年功力算是710年 正月27日 大唐这边的宋亲队伍浩浩荡荡离开了长安 就被吐蕃进发了 这路上啊,倒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故事 平平安安 金城公主就到达了西藏 就到达了拉萨 这里边呢,也有一个小传说 咱们步伐讲一下 用个一分钟的时间 其实啊,据说这个金城公主啊 来吐蕃和亲呢 本来是要嫁给这个赤松祖赞的儿子的 那样貌非常俊美的一位王子 可是没想到啊 马上就要快到西藏了 噩耗传来了 这位王子啊,死了 那这赤德祖赞呢 赶紧就派人联系到了这个宋亲的队伍 跟公主说啊 您要是愿意回大唐 我们现在就把您送回去 这公主不愿意 最后啊,来到了吐蕃 就嫁给了赤德祖赞 所以说啊,这又是一个悲情的故事 咱们前文书说了 这文成公主很有可能 嫁给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 到了金城公主这儿呢 又嫁给了一个 虽然不一定是老头子吧 但也很有可能是个半的老头子 所以说啊,这和亲公主的命啊 就是这么的糟心 无论这个传闻是真是假吧 总之这金城公主是嫁给了赤德祖赞 这金城公主啊,跟文成公主不同 她这次来啊 身边不光是有经书 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她还带了汉族的和尚 并且到了拉萨之后 立刻呀,就向这个大昭寺和小昭寺 派出了僧人 从这个藏佛洞当中 挖出了释迦摩尼十二岁等身像 并且明确的指出 如果呀,要想这尊佛像不再遭受破坏 就把它供奉在大昭寺 这就是您现在为什么到拉萨在这个大昭寺里能看到这尊石家摩尼十二岁等身像的原因 那这日子呀,一天一天过吧 一日长两日短呢 这金城公主可就怀孕了 十月怀胎是一朝分娩 这金城公主就淡下一个男婴 关于这个金城公主淡下男婴这事儿啊 这里边啊,又有一个传说 据说呀,这金城公主生一个儿子 这后宫里呀,有一个妃子嫉妒他 哎,这个想了一个招呢 什么招啊 哥咱们汉族人听来呀 那简直是太离奇了 他用那个药水啊,涂抹乳房 然后让自己的乳房分泌乳汁 于是呢,就跟外界说 这孩子呀,他不是金城公主生的 是我生的,你看我这里有乳汁 要说呀,最后啊 还是这位赤松德赞 这位赞仆有办法 他让这个出生的小孩啊 自己选妈妈 哎,这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啊 如何选妈妈呀 哎,这咱也不知道 反正是啊,这位小孩犹如神助 就选择了金城公主 那么这个男婴就取名为赤松德赞 哎,这人了不得 那怎么了不得呢 说一句呀,跟咱们这部书无关的话 哎,他了不得到什么程度 这吐蕃唯一的一次打进长安 哎,虽然只待了15天 就是他这个时代打进去的 那咱们这部书呢 也不是要讲唐土战争 所以说也没必要啊 给这个赤松德赞 身上画符号 哎,您听过我讲准个二韩国 是不是啊 也讲过这个争准战争 对这种人呢 我是什么态度 您肯定是知道 不过在咱们这部书当中啊 他对藏传佛教的发展上啊 他是有贡献的 所以在这儿呢 他是个高大权的形象 那这会儿他还是个小屁孩 虽然母子相认呢 后宫团圆了 咱们也没必要说他 咱们接着说呀 这金城公主的丈夫 这赤松德赞呢 就因为迎娶了金城公主 所以说他也归宜了佛教 成为了一名佛教徒 那刚才咱不是说了吗 这会儿的吐蕃呀 那是被本教把持的 不但是民间信仰方面 这大臣贵族也是都信本教的 那你这个王和我们这个权力集团信仰不一样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弄死你 结果就在1775年 这些本教的大臣呢 就把这个赤罗祖赞给弄死了 死了之后儿子继位 儿子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位金城公主的儿子 叫赤松德赞 到这儿啊 又得花括号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藏史学家呀 对这个赤松德赞到底是不是金城公主的儿子呀 他有争议 哎 这原来没有争议 这新旧唐书当中啊 都说他是金城公主的儿子 并且呀 这赤松德赞自己也是那么承认的 他给这个唐朝的国书上边啊 自称是外甥 那直到什么时候 这学术界才认为他不是金城公主的儿子呢 直到这个敦煌的文献破译解读以后 才出现了不同的看法 说他是那个拿药水磨入房的那位妃子的儿子 那既然呢 这专家都不确定 那咱们呢 选边站 咱们还是认为啊 他就是金城公主的儿子 哎 那为什么咱们书馆这么认为呢 因为咱这故事啊 这么认为他好讲 这本交贵族啊 掌握权力这段啊 这金城公主啊 算是受了罪了 虽然儿子呢 是赞普 是王 但是啊 没有实际的权力 年纪上右 这权力都在那些本交贵族大臣手中控制 他们先是啊 那驱逐的僧众 哎 这回是有区别的驱逐 怎么区别呢 除这个汉族汉地僧人以外 其他的僧人全滚蛋 那说的是哪啊 什么天竺 尼泊尔啊 就是这类僧人 那为什么不驱逐这汉族僧人呢 哎 怎么着呀 也得给这个王太后留点面子不是 等到金城公主一死啊 那可真就谁的面子也不给咯 立刻把这些汉族僧人呢 也给轰跑了 告诉他们 吐蕃的土地不欢迎僧众 再要让我们看见 哪看见哪杀 倒霉的就是那两尊佛像 哎 这文城公主啊 从大唐带来的释迦摩尼12岁等身像 和尺尊公主 从这个尼泊尔带来的释迦摩尼8岁等身像 弄一个牛车 拉着远远的 找一个河滩就给埋了 哎 有宗教信仰的人呢 这底线就是在这 他远远的埋了 是因为他对这个神像啊 多少还有敬畏之心 他并不敢呢 把这个神像就毁掉 所以只有啊 远远的埋了他 所以呢 那个近代灭佛呀 就比较残忍了 那些小将们 既无信仰也无敬畏心 所以这佛像啊 到了他们手里啊 连渣都剩不下 可是呢 什么事都怕日早 一日长两日短 这赤松德赞呢 他可就长起来了 这一长起来不要紧呢 越来越横 越来越有手腕 越来就越像一个真正的君主了 这孩子若定是跟妈妈亲的 所以说这赤松德赞 从小就是一名佛教徒 等到他有了手腕之后 立刻就是排除一截 那些本教的大臣呢 只要得罪过他们母子的 虽然呢 这会儿这金城公主已经空事了 但是只有一个下场 活埋 您就想想 这偏局吐蕃的一位君王 最后能领兵打进长安 他能没点手腕吗 这也排除了一截之后啊 这朝廷里啊 他一个人说话就算数了 这赤松德赞决定啊 打今儿起 咱们呀要弘扬佛教 咱们要信佛教了 那他广是这么说 哪那么容易呀 没有经书 没有和尚 那你信 你信个大和尚啊你 于是这赤松德赞呢 就派出了两路使者 一路呢去天竺 一路去长安 都是一个目的 要不然呢 求取真经 要不然呢 请来这个高僧啊 来这儿讲经说法 去长安这一路啊 不顺利 去倒是很顺利 求经也不难 可是回来的时候 在半路上 直接就被本家的贵族堵住了 告诉他 你们呀就地歇了吧 休想尽吐蕃一步 去天竺那路啊 走到尼泊尔啊 可就遇到了一位 真正的佛学大师 这位大师啊 不但在印度的 这个典籍当中有记载 在中原的典籍当中 也有记载 谁呀 就是祭护大师 在西藏的记载当中啊 叫敬命大师 当时啊 这祭护大师 正在尼泊尔讲法 架不住这帮吐蕃的使者呀 这苦苦的哀求 所以呀 就决定来吐蕃鸿法 那咱们简单的聊两句 这位祭护大师 这位祭护大师 为什么如此有名呢 因为人家呀 是开山始祖 祭护大师 是印度瑜伽 中文派的创始人 可是呢 这祭护大师身上啊 也有毛病 他是典型的学术派人才 讲的这些经法呀 那是又晦涩又难懂 说实话 这会儿的吐蕃呀 刚有文字 时间不长 据这个史料记载 大概其吐蕃文字啊 是在这个松赞干部时期创造的 离现在也就刚刚一百多年 等于是啊 现在这吐蕃王朝啊 是一群梅俄化的人 长期又是被本教控制 这本教啊和散板教差不多 主要的宗教活动啊 就是给你显神通 那这老百姓呢 当初没文化 现在还是没文化 看惯了这个本教 这帮巫医的神通大法了 您祭护大师 一坐莫吉莫莫吉莫呀 根本就打动不了 吐蕃的老百姓 至于坐下来听经的呢 那肯定都是贵族 这帮贵族啊 表示听不懂 真听不懂 假听不懂 真听不懂 那能来听基乎大师讲课的 那都是啊 对这个佛教有向往的 虽然现在啊 自己还是本教教徒 但是呢 总是啊 对这个佛教还略微有些追求 这一听不懂呢 当然也就谈不到追求了 不但这追求谈不到了 稍微能听懂的几句啊 还让他们呀 憎恶了佛教 那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这佛教 有一个根本理论 众生平等 世人皆有佛性 您想想 这会儿的吐蕃王朝 奴隶社会 这帮贵族 他能听得了这个吗 哦 我和奴隶平等 您别扯了 再加上啊 哎 有个事巧了 这基乎大师 刚从这个佛殿讲完经啊 这一地区啊 就闹了瘟疫了 这一下子 这帮本教的贵族 算是到这里了 跟这个基乎大师说 都是因为你 在佛殿讲经啊 得罪了天神 所以呀 你呀 赶紧滚蛋 别在这儿 给我们招事了 要说这泥人啊 他有土性呢 大师虽然 佛法高深呢 也听不了这个 于是一赌气啊 就离开了西藏 临走的时候 就跟赞普 和信奉佛教的 这帮大神说 要想啊 让佛法 在吐蕃弘扬啊 那就只有一个人 能办得到 你们快去请莲花生大师 对付这群梅文化的人呐 哎 看样子 这讲经说法是行不通了 咱们呀 必须得请来莲花生大师 让他们看看 什么叫做真正的佛法神通 精彩回目 就在下回 这莲花生大师 进吐蕃 显出佛法神通 才要一路降妖 除魔